民眾戴著口罩 在人行道上有秩序的排隊 有的人大包小包 有的提著菜籃 這裡是七獨火車站旁的停車場 會這麼多人排隊 原來都是在等待出廠繳費 民眾越排越生氣 地點在七獨火車站旁的停車場 21號上午 不少民眾到南新市場買菜 但出廠要繳交停車費 卻排了好幾個小時 民眾怨聲士氣 市議員楊秀鈺也前往關心 協調警方找來業者 直接打開柵欄 這邊七獨火車 南新市場剛好在對面 那我有這個需求量 那我是覺得說交通處 他們當時在規劃的時候 沒有完全的一個 做周延的一個細膩的一個分析 因為這裡就是說南新市場 那人流的一個流動率會比較高 加上我們這裡 可能還有一些固定的 當地的居民可能會撐租 那我是覺得說以禮拜六分禮拜天 我們這個現場是不是可以派這個 就是在現場收費的這些收費員 那還有就是說我們這個機器 只有一台就不夠 因為這裡的停車 據我所了解大概有300個位置 其實這座七獨停車場 是是符合國有財產署合作開發 5月才剛剛開放使用 因為臨近火車站和南新市場 每到假日車位難求 場內共有300個停車位 卻只有一台繳飛機 車槽一多根本附和不了 市任府交通處在獲悉消息之後 也立即要求廠商 在假日尖峰時段加派人力 有關七獨車站 七獨舊站停車場 這個停車排隊繳費擁塞的部分 目前交通處也已經 請業者做兩項的處理 那第一項是已經做的部分 是請廠商增加這個繳費的模式 那這個模式是採線上繳費 就是利用手機的APP 去下載這個支付軟體 那在這個一起期間 也可以減少這個接觸繳費機 跟這個利用零錢的部分 去減少這些接觸 讓繳費能夠更順暢 能夠順利的來做出廠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 委經行長好像正在要求廠商要去做 那就是偵派這個能力 那因為這個南新市場的部分 在特別是六日 尤其是在接近中午的時段採買的 人會非常的多 那相對的場內的一些 不管是繳費也好出廠也好 都會有一些零星的民眾需要停放 或者是出廠的需求 那我們也希望藉由這個人力派出的部分 能夠增加這個服務的品質跟水準 然後減少這些會有臨時的突發狀況 沒有辦法立刻處理的部分 民眾只希望業者再增設繳費機 而市府強調會督促廠商做好服務 不讓這排隊之亂再次重演 記者黃少鳴金融報導 記者黃少鳴金融報導 我們來看這也說 我們要做黃少鳴金融 我們要做好